今天想拍一條可片 這裡大部分的產品都是乳寒衣物 因為我快要去Boston了 我會去那邊讀書 但今天就不詳細說讀書那些東西 你們可以去Instagram 去follow我 去看我的動向 因為很多時候我都會在IG stories post一些stories 或者我是daily的出post 羽絨 這個是背心的 因為我不想買一些衣物 只是適用在Boston 因為我始終想長住在LA 去Boston也是短時間的事 所以也不想買一些衣服 在LA穿不到 這件羽絨就適合了 因為是背心的 在LA我已經穿了 在LA沒那麼冷 所以可能可以穿一些薄薄的T恤 再加這件都很暖 未來美國之前 都已經有他們兩件的 真的羽絨長身那些 都非常暖 這個近鏡 是他們最signature的 就是亮面的 環間 還有它有一個收腰的設計 後面 它有兩個袋子 就是有拉鏈的 兩邊都一樣 而拉鏈其實可以 開下面有兩個拉鏈 可以開一開這裡 也可以的 而且它的質素真的很好 那些拉鏈也很實 當然要頸巾 這麼冷 而且我習慣了LA的天氣 LA的冬天我也覺得很冷 所以頸巾不會浪的 不是只在Boston才可以用到的 就是這條LV的景品 很漂亮 非常適合我 我覺得這個 因為其實我配一些淺色衣服 還有粉紅色的 會顯得我的臉色比黑色 或者深色的衣服 這個近鏡 可以看到LV的線 是金色的 而且是閃亮亮的 長度 而且這裡也挺厚 穿的時候 戴的時候可以這樣摺起來 去戴 這邊後面 就閃亮亮的 不過我多數會戴這一邊 這邊是漂亮一點的 而且它的毛質地 其實不是很滑的 真的是 頸巾那些毛 就是那些垃圾 金色這裡完全沒有 飛線那些 但是粉紅色這些 平時那些垃圾 都會起一些毛毛 我覺得完全是正常的 這個是在一個盒子裡面 這個其實真的是 for Boston 但我忍不住買 因為我就算去到Boston那邊 我都要Style一下 要有Fashion 就是L.A.真的未必用到 就是這個 可能去滑雪 Big Bear也可以 這個 耳罩 這個是黑色的 很滑 這個 是在Bloomingdale購買的 這個 這個牌子 等一下要看一下 不知道是什麼牌子 但真的很滑 這個 這個 起初我也在猶豫買不買這個 因為我的頭髮是黑色 最佳這個黑色 可能不是太起眼 可能白色會比較好看 但 可能也可以配襯衣服 不是說經常都是白色 那些 但戴上去其實也挺漂亮的 這個低調一點點 沒有白色那麼誇張 如果這個有白色的話 我都會買起來 可以這樣轉一轉 就放上來 所以容易點收藏 這些耳罩應該是新的 這個設計 因為我以前也有這些 但我白色那個 我真的有個很漂亮的白色 然後黑色 但不知道飛了去哪裡 這個牌子就是這個 M字頭的 應該是一些Bloomingdale購的牌子 非常喜歡這個 然後 是一頂 這個 是UF的帽 它的顏色 不是說真的白色 看見是黃黃的 啡啡的 米色應該是 現在戴給你看看 其實我比較喜歡 我可以再大一點點 但我化了妝 所以不想拆了我的妝 我最喜歡就是這個 上面這個波波 但這個波波 比我想像中 沒那麼滑 我以為是一些很滑 像剛才的Earmuffs 那麼滑 但這個是很粗 但整個設計 都是我喜歡的 那種風格 所以 完了 也是有些 只是可以在Bloomingdale才用到的 另一個 耳罩 先看看 因為我要剪刀 其實它在這裡黏著 是拆不住的 但就是這樣的 就是啡色的 這個是最經典的款 插的 一個不能說轉的 就是這樣 可以配合我的衣服 因為這個顏色的衣服 很多品牌都有出的 所以很容易配襯衣服 這個耳罩 不能說搏在耳機那裡 因為我知道他們有出一些 可以搏在耳機 因為我起初也有打算買 但我覺得其實也沒什麼需要 當然需要這個手套 這個也是UP的 也是配合這個 一套 我家裡有手套是給滑雪的 所以平時 很少會戴滑雪手套 因為他們是防水 真的比較大 而且不是太 拿到電話的 這個是可以拿到電話 而且 是可以按到電話的 你有沒有看到 這三個手指的位置 是有點皮皮的 跟這邊是不同的 是我試過的 真的可以按到電話 冬天 嚴寒的冬天 還可以玩電話的 或者開Live 這個 戴上去剛剛好 我覺得會很適合 因為冷的時候 冷縮熱漲 所以到時候不會覺得太緊 這個真的完美 這個尺寸 應該是最小的尺寸 看看 這個小碼 我記得是最小的 而且這裡很漂亮 白色這裡 然後 然後是一件外套 這件外套 Live適合穿的 是一件薄薄的 其實不太知道是什麼 是綿綿的 是Berberry這個牌子 這個其實也是很經典的款 是這樣的 他們啡色這樣 而且有點像監獄風雲的外套 這個是短身一點的監獄風雲外套 是這樣的 有兩個袋子 這些款式是很經典的 很經典的 以前小時候 我覺得這些款式的外套 很成熟很老套 但我現在可能真的大了 還有一個Berberry的漿在這裡 還有這個 設計 然後就是這件 配件 這個也是在Bloomingdale買的 其實這個是可以 配件 或者配件的褲子 那些外套 是一條長方形 很女仔的 這一條 是很長的 有點像桌布 那些 但它的邊位 有這些滑滑的毛 我試過這一條 其實有點長 可能也給高一點的朋友 但我其實也覺得OK 而且可以當頸巾這樣 這個 真的 在L.A.也可以適合到 不僅僅在Boston那邊 而且它這個毛毛很滑 但這裡是正正常常的 沒有特別滑 但這件也是很漂亮的 就是配上去身後 然後這件是在Forever21買的 我也很喜歡這款 就是這樣 很舒服的那些 滑滑滑滑的 這個是Forever21的 Exclusive網上買的 所以在店鋪 會不能買 長地身 有點像我Brandy Melville 那件外套 但這個有一個Line的 還有有沒有袋子 這個是沒有袋子的 然後有頂帽 然後也是在Forever21買的 這個減價 14元 所以我買了 這個是一個紫色的 應該是普通Forever21 他們那條Line的 有點像晚宴會穿上身的 還有紫色的 我不斷說 很多衣服 很多毛 在臉上 然後 就是這件在Lulu's買的 Lulu's.com 很喜歡這個款式的衣服 是很... 上班的有一點點 然後是有一條拉鍊的 超級超級舒服 這個 比起剛才粉紅色這一件 沒有那麼隨便的 比起粉紅色 這個就是 可以吃到飯也可以的 這個 而且他真的蠻厚的 而且L.A.也穿到這個 其實我有很多很多 不同顏色這個款式的外套 我很喜歡這個款式的外套 是很配合我 比起其他那些 這條頸巾就是Chanel的Tweed質地 它比較lowkey一點點 它有這個他們的獅子頭 是不是獅子頭呢 對了獅子頭 它近鏡子 非常非常漂亮 這個金色的線 而且Chanel也很... Tweed質地也很classic 這一條是很長的 真的非常長 如果平時... 這裡摺了一次 如果這樣戴 好像平時這樣戴 是不行的 可能很高很高的女生才可以 我要繞兩個圈 整條都是這樣 這個是在他的40%off的時候買的 他的牌子在這裡 這個呢 如果看這邊的話 是我不會喜歡的 是他們太空人的系列 但另外一邊很漂亮 是Chanel CC logo 披肩這樣用 是挺大條的 披肩的時候 會顯示Chanel 其實如果這樣戴 太空人 如果這樣截起來 太空人那邊其實不太明顯 也OK的 讓我給太空人那邊看看 真的有點奇怪 其實我覺得他們這個系列 也有點奇怪 因為有些衣服 是太空人的衣服 對 對 非常開心 有這一條 好了 到最後一條Chanel頸巾 也是推的 也是走低路線的 跟剛才這一條 是差不多花的 有一點點不同 近看呢 看看 近看這個是真的橫間的 十字十字十字 也是一樣 比較長 這個折了一半 已經這麼長 看看這個有沒有logo 在這邊 原來這個logo 寫著Chanel CC 但也很小 對 我忘了看有些石仲 還在嗎 在這裡 這個乳番也不是很滑 這個會是最滑的 如果三個比較的話 因為這些 Twee的質地 本身是粗糙的 但如果 冷的時候 其實 不會說刺肉 很滑 到Chanel的外套了 我有三大件在 我不知道怎樣給你們看 因為它有那些 它那個袋 Chanel的袋 然後是這樣的 而且它有些膠在裡面 等一下我拆好了 我再給你們看 第一件Chanel外套就是這一件 由生也是第一次買Chanel外套 一次過買了三件 因為我覺得Chanel的衣服 那些也很貴 減價的時候就適合了 這個也是40% 它有一個大大的CC logo 因為始終我 真的不太想買名牌的衣服 所以我覺得浮誇一點 其實也可以 可能等我遲些 再買一點的時候 我就可以買一些 非常低調的那些 它這個樓其實有點重 是有CC logo 還有這個大的膠 它們真的很好 這個衣架也是Chanel的 而它手旁邊有一個扭 我這個其實是改過的 因為Chanel的專門碟 也是建議改自己 適合自己的身 我記得我改短了手袖 多數是這三件 我記得也是改短了手袖 另外身不是改太多 後面是沒有東西的 這個是腰帶 我買的尺寸是36號 其實我不是很肯定 我自己是適合34還是36 Chanel的所有衣服 都可以改的 是免費改的 改到你適合為止 所以就算這件是大尺寸 都可以改到適合 而且它的外套 是可以改小兩個號 沒有記錯的話 這件穿上身是很適合的 而且雨上也會穿一些 可能厚一點的衣服 在裡面 而且漏了 它們裡面是有條鏈的 它們質素真的很好 等我打開 看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漏了忘了說 我裡面原來是有CC的 看到嗎 下一件了 這件算是經典的 起初我第一次看到 其實對它一般的 後來看了幾次 真的蠻好看的 因為其實Chanel的Classic 顏色是黑白的 而且我臉真的還有一條毛 因為有很多毛毛飛來飛去 然後這個後來也忍不住買 因為真的 它40% off這個真的很吸引 它手袖這裡 其實在我的頸巾 剛才買的那條 是一模一樣的 終於找到了 它們真的是一模一樣的 和一個Twee 所以可以這樣一套 我應該不會帶三件Chanel去 不過可能帶一兩件 因為也想穿它們 趁著那邊冷 也要fashion一下 然後近鏡 它的樓是有CC的 是金色的 它這個Twee也很漂亮 這個 而後面 就是沒有東西的 這個手袖我也改過 我印象不記得 它有一個拉鏈 而裡面 也是一樣的 它有這個 金色的鏈 在裡面 有一些暗了的CC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這個尺寸也是36號 最後一件Chanel的外套 就是這件 這件應該不是每個杯茶 因為可能有一點老氣的 但我覺得很漂亮 因為這件真的很Chanel 它近看是一個零型的 而且它的樓也是有CC的 好像是閃亮亮的 我記得 是一個閃色的CC 是一個不貼身的山脈 有一點像我剛才Valerie那件 那些款式 這件也改了手袖 而後面 就是什麼都沒有的 這裡有一行的 這件的尺寸也是一件 36號 這件裡面是沒有特別的 而且這件是有深藍色的 但我比較喜歡黑色 其實我對深藍色這個顏色 一般的 我有深藍色的包包 但如果我黑色和深藍色來選擇 我會選黑色 這件真的很漂亮 好到最後 是一些LV的產品 有一件衣服 那件衣服 其實不是特別去Boston 特別去買的 但我順便放在這個Hall 因為也是長袖 這個 衣服寫給你們看 這個 一起開箱 我還沒砌的絲帶 而且很漂亮 LV他們 因為是Halliday的關係 他們有特別的袋子 跟平時藍色的手抽 有點不同 而且他們是用筋色 閃亮亮的絲帶 全部都是乳寒衣物 猜不猜到呢 頸巾 這個是跟剛才粉紅色的 是同一個款 帶不同顏色 因為真的很漂亮 這個款 這個是Limited Addition 有淺粉紅色 淺淺粉紅色 再加白色 這些是很女生的顏色 非常非常喜歡 而且這個是最後一條 因為他們回貨 都馬上賣光了 你近看 因為線不是閃亮亮的 是普通的 但我也很喜歡這個 因為很女生 而後面 為什麼是Limited Addition 因為後面是特別一點的 是有不同的 好像Victoria's Secret 一條條的 又是同一個款 但這個是黑色的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這個款 而且有選擇困難症 這個是真的有閃亮亮的 是銀色的線 而且黑色其實也是比較 容易配襯一點 但其實粉紅色對我來說 也是容易配襯的 因為我通常是穿淺色衣服 但這個是超級亮亮的 超級 sharp 是比較 其實全部都比較高調的 因為很多LV的 Monogram 但這個是再零射 再HighTD 因為它的 contrast很大 這個 好 又是這個盒子 這個 這個 也是銀巾 但是 這個是絲巾 這個是薄很多 這個是淺粉紅色 這個其實365天也適合用的 這個 是一個可以當K肩用的一條 的筋 真的很大 這個 吃晚飯的時候 當披肩 真的會很漂亮 這個 而且真的很適合我的膚色 這個我戴上去 其實我是不是 對 我應該試著戴 大致上是這樣 看到是 顯得我的膚色好看很多 這個質地真的滑很多 不過要小心一點 選擇的時候 有些可能 是不是挑了線 也要選一件漂亮一點 因為這些都比較容易挑線 比起這些 這個是容易很多 這個 我已經知道是什麼 因為已經拆了 是不用錢的 因為我是一個很好的顧客 所以我就 LV有禮物送給我 就是這個 Tray 非常感謝LV 很漂亮 是一個monogram 其實它有拍樓 所以可以這樣 本身是一塊東西 然後是自己拍 這個是黃色 可能裝一些 飾物 但其實我不是很多飾物 可能是鎖匙 或者什麼都可以 是一個Tray 而且是法國製造的 這個賤品也是 蓋鏡 最後一件產品 是一件衣服 這個 也是有一個漂亮的 袋子去裝著 就是這一件 這一件的位置 質素真的很好 而且我這個是人生第一件LV的衣服 它這裡是比較滑身的棉質 而這裡是整個很滑滑滑的 而它的手袖也是滑滑滑的 它是有點長長的 而且這一件 雖然都高調的 但不夠它這個系列的其他款 那些外套是整件都是這個紅色 我覺得有點誇張 雖然我喜歡高調的款 因為始終很貴的衣服 所以當然買一些高調的 但那個真的太高調 所以我覺得這一件真的很好 而且後面是這樣的 只是展示手袖這一邊 而這裡沒有東西 很好質素 這件的尺寸 加細碼的 就是我的尺寸 很幸運 要訂的 這件 而它的衣架也是有LV的logo 在這裡 我覺得這條影片就完成了 而且其實剛才那條毛 還在我臉上 因為有很多毛衣 那些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LIKE我的影片 還有如果想知道我動態動向的話 也可以幫我IG和微博 我也會更新的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LIKE我的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nstagram Snapchat和Facebook 都好 BYE BYE